一鸣二运三风水 一鸣二运三风水 过了清明节还不扔 很容易破财 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清明时节 家家都要给失去仙人上坟 近年来 人们改变了一些风俗习惯 不在坟前烧纸 而是买些绢花挂在墓碑上 以表示自己对事去亲人怀念 在里村也有这样风俗 只见清明节前期 坟地里各个墓碑都挂满了绢花 将整个墓地装扮得非常鲜艳 里村闺女李梅去村外赶集 她扎着两个小辫子 手中夸着篮子 篮子里面是母亲让她卖的鸡蛋 母亲说把这篮子鸡蛋卖了 让她自己买些花 因为李梅很高兴 毕竟一个十五六岁小姑娘 就喜欢将头上带些食品 给自己打扮像花一样 她走过了路边 突然发现了一个大花环 这些绢花非常漂亮 她赶紧捡了起来 装到了篮子里面 用不该好了 她走着走着 一个大娘问她 小姑娘 你看到我的绢花了吗 那是我给闺女挂在墓碑上用的 我走得匆忙弄丢了 李梅就喜欢绢花 她说 我没有看到啊 你往前面看看吧 大娘非常失望地说 那就没办法给墓碑上放绢花了 明年再说吧 她失望走远了 李梅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那鲜艳的花朵吸引着她 她撒谎了 李梅将鸡蛋卖了 经过那片坟地 回到了家中 回到家中后 李梅将篮子放到了地上 拿出绢花 对她妈妈说 这是我捡到的 说完这些后 她突然说起胡话 她说 我死了几年了 我就喜欢花 人家坟上都有绢花 我就没有说着又哭又闹 折腾了很久后 就突然昏迷了 妈妈吓得哭了起来 她喊着 李梅 你这是怎么了 奶奶听到这里 颠着小脚跑过来 她急切地说 怎么了 她的眼睛盯着那艳丽绢花 这不是给放木碑上绢花吗 咱们拿到了这里来了 赶紧扔到坟地里面 听到这里后 母亲赶紧把这绢花扔到了坟地边上 正巧那个妇女看到了 她问道 这不是我丢的绢花吗 怎么在你这里 母亲积极地解释道 我闺女小不懂事 把这个捡到了 放在自己篮子里面 她向您撒谎了 我向您道歉 那个妇女说 这东西是不能捡的 捡到了更不能拿到家里 孩子会受到惊吓 说着 两个妇女一起把绢花挂在墓碑上 还念叨了许久 母亲回到家中 看到女儿已经清醒了 她告诉了李梅原委 让李梅不要贪图小便宜 这样会害了自己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用来祭奠死人东西都很时尚 我们要告诉孩子 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 免得小孩子犯错误 发生不该发生事情 相传在秦朝末年 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 大战好几回合后 终于取得天下 他光荣返回故乡的时候 想要到父母亲的坟墓上去祭拜 却因为连年的战争 使得一座座的坟墓上 长满杂草 墓碑东倒西歪 有的断落 有的破裂 而无法辨认悲伤的文字 刘邦非常的难过 虽然部下也帮他翻遍所有的墓碑 可是直到黄昏的时候 还是没找到他父母的坟墓 最后 刘邦从衣袖里拿出一张纸 用手撕成许多小碎片 紧紧捏在手上 然后向上苍祷告说 爹娘在天有灵 现在风刮得这么大 我将把这些小纸片 抛向空中 如果纸片落在一个地方 风都吹不动 就是爹娘的坟墓 说完 刘邦把纸片向空中抛 果然有一片纸片落在一座坟墓上 不论风怎么吹都吹不动 刘邦跑过去 仔细瞧一瞧模糊的墓碑 果然看到他父母的名字 刻在上面 刘邦高兴得不得了 马上请人重新整修父母亲的墓 而且从此以后 每年的清明节 一定到父母的坟上祭拜 后来民间的百姓 也和刘邦一样 每年的清明节 都到祖先的坟墓祭拜 并且用小土块压几张纸片在坟上 表示这座坟墓是有人祭扫的 家里哪些东西最好要丢掉呢 一起来看一看 一破洞 单支的袜子 好事成双 这种坏了的袜子 单支的袜子 全部都扔掉 二破血 破血这个词 多指骂人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大家也知道的 所以有些人觉得 破了的鞋子 代表着低迷晦气 家中有破血 也是一种 使好运无法 进入家宅的意思 所以清明节前 把破了的鞋子 都倾出来扔掉 三枯萎得快要死掉的 盆栽 这些枯萎的盆栽 放在家里死气沉沉 还不如清理掉 过节就是要生机勃勃 喜气洋洋 四过期的厨房用品 大家打开冰箱 还有厨房的柜子 肯定能找到一些 过期的调料 破损了 或者用不上的厨房用具 年中之前 要彻底清扫掉出房底的 这些东西 轻轻爽爽过节 特别是破了的碗 一定要扔掉 饭碗有裂纹 还没有丢弃 也是一种破财的象征 五过期了的药 好好清理一下家里的药 认真看下保存期限 过期了的全部都要扔掉 六清理掉床底下的杂物 床底摆放太多物品 会导致气场紊乱 妨碍自己的运势 会比较容易出现 感情不合 漏财破财 事也遭遇小人 等等不好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的床底下 有太多物品 一定要去收拾出来 赶走霉运 七 假花草 很多人为了装点家居环境 会倾向于往室内摆放些花花草草 可是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照料它 于是就想着摆些假花草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假花草固然美观 但总归是假的 于是平时也不爱打理它 渐渐的表面就积了很多灰尘 看起来陈就不堪 这样的假花草 在清明前还是扔了吧 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 万物生长的季节 我们不妨把假花草换成真花草 真花草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能帮忙讨个好运气 对家人也好 八 九 洗碗布 洗碗布反反复复地拿来洗碗 擦桌子 擦厨房台面等等 用久了肯定是脏兮兮的 清明节的时候 天气暖和又潮湿 这样的抹布最容易滋生细菌了 咱们还继续拿它来洗碗筷的话 容易让碗筷也变脏 用这样的碗筷吃饭 大家可能会因为细菌的存在而拉肚子 这是会对家人的身体不利的 所以旧的洗碗布 大家最好还是扔掉 此时扔能帮家庭讨个好运气 当然对家人健康也有好处 趁着快要到清明节这段期间大扫除 大家最好还是把这些东西清理掉吧 还有就是记得提醒家人 朋友让他们扫除时也处理掉 转发收藏起来 祝大家好半年行大运 除此之外 清明节前后 十二生肖朋友的运势都迎来了一次改变的机会 尤其是这四位生肖朋友 运势会发生非常大的转变 容易引起灾祸 只要及时处理 前途不可限量 这四位生肖朋友都会有谁呢 灾祸如何处理呢 风水大师是这样说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生肖鸡 生肖鸡的朋友 属相五星属金 为人性格直爽正直 知心朋友多 进入清明世界 属鸡人阳气耿直 才望丁望福气望 人生定能随心顺意 属鸡人进入清明世界 极恶功不幸遭遇凶倾影影响 导致健康运势这块不是特别很好 要小心别感冒了 生肖鼠 生肖鼠之人到清明世界开始 前脚加油好时倒 后脚钞票堆满屋 摆脱早前 挣财运不是很理想 努力赚钱与钱财缘分不好的状态 大运已倒 大笔横财要发 家庭的财富将会让人十分眼红 最近一周 饱受官不巧碰到火星 飞连 煞星来反 导致健康运势这一块有点不妙 要当心别感冒了 同时对于一部分人而言 小心吃太多了 引起肠胃不舒服 吃的比较多 容易积聚脂肪 要多运动 生肖鼠 鼠鼠之人属相五星鼠目 尤其鼠鼠人到了清明时节 阴阳虎态 等机会已倒 前脚运势旺旺 后脚裁员广进 势势顺 不仅有机会 改过上个月 平平运势的状况 而且定能越来越幸福 另外 生肖鼠的他们 最近四天 极恶功不幸遭遇 煞星作乱 会导致健康运势 这一块不是很好 要留心脑毛病复发的问题 对于其他唬鼠人来说 身体上会有一点点累 不过影响不大 饮食方面要注意节制 否则身体容易生病 生肖猪 生肖猪的朋友 总是表现得很坚强 不让家人为他操心 为人太固执 对于认定的是 执着的可怕 到了清明时节开始 事业工刚好有极心加持 待机会以来 财运越龙门 要是把握住机会 事业忘归人帮 发财梦想成真 生肖猪的朋友 往后新的商机 被他们挖掘出来 这真是幸事 同时也要注意 少和负能量的人相处 相信奋斗努力的背后 必有加倍的收入 经过不断的奋斗 未来天天过上好生活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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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